它 向辉 你怎么在这 你疯了吗 嫂子 嫂子怎么了 向辉 你怎么来了 芽芽 我想 嫂子 你去拦着妈 别让她知道 谁呀 谁来了 出什么事了 妈 妈 没事 没事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你恨我 我能理解 但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你跟孩子的 不许你提孩子 你走吧 可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 我很心 我很心 我不明白你这话 怎么说得出口 蕾雅 你难道真的就想 孩子这一生都没有父亲吗 你真的就想他这一生 只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跟爸爸在一起 开开心心地生活 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没错 孩子是不能没有爸爸 但是我一直都找不到你啊 你让我怎么继续接受 你来做孩子的爸爸 你告诉我 我等你 我等你接受 就像当初你等我一样 行吗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等我 蕾雯 这一切都太迟了 小青 你 你 我一直在哭啊 我一直在哭啊 小青我说孩子哭了 我一直在哭了 我真的都觉得 哪一来 你都在哭了 我都在哭了 你不哭了 怎么了 萱姨 孩子哭啊 孩子哭得很厉害 她是不是肚子饿了 是不是要为奶奶 你跑来我这干吗去看孩子啊 孩子已经走了 妈 孩子都不在了呀 对啊 她走了 我听差了 我听差了 薛姨 你是不是想笑笑了 我有病啊 我想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呀 我听差了 我听差了 那 那我先走了 我听差了 轩衣啊 西小多不在了 你怎么还冲奶粉啊 你忘了我的规矩了是吗 我一向喜欢家里面干干净净 有条有理 每一样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的 孩子都已经不在了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些 所有小孩的东西放在这里呢 你收掉 收掉 我不让干净啊 收掉 学医学医 你别生气 我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 刚找出来的 我真的要丢掉 丢掉 你别生气 每天都是烦人的事 烦人的心 烦 烦 大哥 瞧你这丧气样 鸭鸭就是有这么点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你得有点耐心 我要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呢 放心吧 干吗呀 这个你拿着 就当 鸭鸭跟孩子的生活费了 鸭鸭现在不是把工作给辞了吗 你看她有什么需要的 该买的都买给她 你小子 你说要早有这出息多好啊 放心吧 这事包得我身上妥妥的 有我劝着 鸭鸭早晚有原谅你的一天 大哥 这事就拜托你了 好 还是个痴情的霸道总裁 来 杜雨琪 女蛋蛋 女蛋蛋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搬过来住了 搬过来住 对呀 你疯了吗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是主人 请问我有邀请你来吗 当然是刘伙了 刘伙邀请我过来住的 刘伙也算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吧 他应该有话语权吧 反正呢 我早晚都是要过来住的 早一点不是挺好的 霍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东西全搬来家里了 你在干什么 霍 我只是觉得 你每天往我们家里跑 看我实在是太折腾了 我如果过来住的话 照顾起来不是方便吗 而且我刚刚脚还痛呢 够了 你现在第一时间把他给我请出去 徐阿姨 我和刘伙之间有很多误会 您不知道您就别怪刘伙了 而且我们两个正在商量婚期呢 婚期 你还要跟他结婚呢 妈 我把你再跟你解释 你给我进来 我的天哪 我前期要崩溃了 你要住进来的事情我不同意 我为什么不可以住进来啊 再说 这个房间 原本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你跟毛埃娃已经结束了 你跟毛埃娃已经结束了 这张照片应该可以换掉了吧 这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对 可是你答应跟我结婚了呀 火 我知道 毛埃娃曾经走进过你的心里 没关系 我可以等 等你忘记它 火 我们给彼此半年时间好吗 如果我们真的走不到一起 我会放弃 但是我想请你 不要连这点事点都不给我好吗 好 那你就住进来吧 你真那么想住 你就住进来吧 火 谢谢啊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我不会逼你的 我会给你时间的 等你真正地接纳我 这房间给你住 我住书房